我也很不想去 大家都知道不想去 但没办法了 我们那个飞机有飞 我们就去 不要想到五天后 千岁回不来 那太太多都没用了 我们现在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就算北海道发生地震 但旅行团因为扳机有飞 还是得硬着头皮出团 从韩管机场进入 因为有契约限制 因为很简单 因为没有警戒灯号 显示说黄色 橙色 不适宜前往 或者是说 因为不可抗的因素 所以这个机场关闭 所以不可以出发 那如果你不出发的话 变成是个人因素 就因为旅行团出发前 都会有定型化契约 如果当天取消是不能退费 一天前取消 也要赔偿百分之五十的旅费 而且不能换团 但如果是散客 你可以有选择改其他航点 拿位现金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毕竟现金是没有限制条件的 那你拿这个现金之后 你可以重新再定便宜的连航 或其他的航班 达人建议最好的方式 还是先拿到钱为主 以关系要转往东京旅游为例 如果退票重买 原价与万元票可以全退 改买六千九到八千两百元的票 改连航可以比较省 但如果依照同航空改航点 不仅有原价还要加价超过两千元以上 而且同航空公司限制多 尽管打掉重链可以不用让自己超出预算 但还是有航空公司给旅客方便 像是这一次因为关系和新千岁机场 台湾虎航和泰国航空 不仅可以全额退费 就算改日本全航点 也可以免付价差 谁不希望遇上天灾 但如果可以在机票上多运用技巧 可以省下更多预算 三千元真心寻心 看不到